在和Echo去酒藏房的路上 今天继续向她学习美国加州葡萄酒 美国加州葡萄酒 对 小小小 Echo 你好 又见面了 上一期我们喝了几款特别浓郁的加州 加州的红酒 好强劲的 牛排吃的我可能把一个月的牛排都吃了 好 今天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样的酒 对 我们上次喝的是Lodi的 然后这一次就回到了加州最出名的产区 Nampal Valley 对 而且这一次我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款葡萄酒 为什么说有意义呢 怎么说呢 就是叫Charles Krug这个winery 然后他们是在Nampal的第一家winery 你可以看到1861来说比较高 那你再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酒标呢 好 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Charles Krug 这就是酒庄的名字 然后这里有2010年年份 Chardonnay就是葡萄品种 Corneros就是它在加州的产区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region 它叫Corneros 然后下面有著名的是说它是Nampal Valley's first winery 就是Nampal的第一家酒庄 对 下面是成立的年份1861 那个还有一个M那个标志 对 这个就是他们酒庄的一个小的一个logo 很简练 对 非常容易看得懂 就是有些比如说不是特别懂葡萄酒啊 想知道我到底是喝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一看就知道 什么年份 什么葡萄品种 什么酒庄 对 非常的容易了解 简单 有些奶油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butter的味道 有一点像是青苹果还是什么 对 也有一些热带水果的香气 嗯 好喝 可能是今天还是有点热啊 其实它挺爽的 夏天不想是喝白芝朗酒带 对 不错 还有点就是还挺饱满的 对 它是有一些就是你喝进去有点奶油的味道 Creamy的这种 可能是这个让我感觉有点複厚 但是其实它跟很多的Napa酒来比的